首先講一些內地的新聞 最近新華社報道 退役軍人事務部、教育部及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聯合 引發出進優秀退役軍人到中小學任教的意見 在這個意見中提出 優秀的退役軍人到中小學任教 有助改善中小學教師團體的學科結構及性別比例 出進青少年全面發展 亦有助托寬退役軍人的就業渠道 這個就業除了一些國科 例如專科的教授之外 亦有講到一些軍訓時候要做的事 軍訓本身爭議頗大 爭議在於不是軍訓本身的制度 而是軍訓的教官 因為特別是教高中和大學 亦傳出過多次軍訓教官追求女生 但發現原來軍訓的教官 未必全部都是來自解放軍事務 有些人是不知道哪裏請回來的 出現了很多這些問題 你知道通常這些 握得少妹妹的都不是好人 亦都引申了很多討論的位置 除了軍訓之外 亦都說到退役的大學生士兵 對於退役的大學生士兵要如何處理呢 現在就說應該優先開放師範專頁 和專頁補習給這批大學生士兵 等他們讀完師範後就可以去教書了 我覺得整件事非常合理 第一就是退役軍人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很多年前 我認識了一對姐妹 就是退役軍人 後來做了歌星 叫Reborn 這叫Reborn 好似之類的 真的叫Reborn 不是Dr.Reborn 之類的 一對兵丘兵毅是馬劍琴馬劍什麼 他好笑的兵丘兵毅 因為他第一和第二 三次是丘兵丘 是丘兵 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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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兵毅是丘兵的 他一生人最感動是 因為他是文麗兵 丘兵毅 他爬上一個幾千尺的高山 在士迫面前唱一首歌 他就說如果你退役之後,他保證你有工做,退役軍人 所以他安排退役軍人,當兵後保證你有工做 所以他會介紹找工作給你,所以整件事就變了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他當然是2005年,我認識他 所以他們一直都有派人去就業,當兵後去就業 一直都有這個做法 現在中小學,家強體育訓練,周時都有 至於他們溝學三妹,這件事也不是完全當兵 也不是一些教這些科目 我想溝學三妹這件事,中小學都經常周時發生 這件事是周時發生,不可以賴這些人 雖然這件事是很不明的,我都親眼目睹過以前 我們那個先生都是溝學生的 我想溝妹不是說軍人,做教官的時候溝妹 就是大學為了應付軍訓,不知求其請我街邊保安 假裝是軍人 我明白,你一個是所軍訓的專業軍人 或者甚至是一個可能讀過大學什麼的正規教師 去溝學你有沒有和你一時,在街上周杰羅雲回來 溝學你有沒有,始終都有分別 至少學校做了盡職審查 你真的有盡責到這個人這樣都溝學小妹 這個人都是道德從政會會長 你溝學小妹,我真的沒有說話好說 這個人從小到大,品行都A 而且這個人是剛剛坐完監出來的 學校的責任是不同的 剛剛坐完監出來的還是扮得強姦罪 溝學小妹,雖然在美國也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那個人剛發完強姦罪的 但是他說自己心理上是女性 結果都入了女子監獄 他心理上是女性 不,可以入女子 好像可以入女子 這些政治正確的事情 令現在非常麻煩 當然這個意見除了解決這些問題之外 大家最近討論的重點就是這個山村教育 山村資教基本上在內地都推行了很久 甚至在改開之前都已經在做 但是習近平很注重這件事 當然他非常注重 可能是因為那時跟他知識青年下鄉 的時候體驗的事情有相關 但是近年也爆出了很多說 山村資教,因為多數本身教書都是女士 但是去到當地的時候 就說體驗非常之不好 除了是成年人之外 那些年輕人不知道是否因為風氣的問題 都說對於他們都是動手動腳 無手無腳 令到他們很不舒服 所以就變了之間 那年輕人都夠膽 山村年輕人以前很純樸 現在都是無手無腳 純樸,純樸十三個月結婚 純樸和她本能是兩回事 她很純樸地很色 總之就是 導致那個體驗不太好 對於那個女性本人 甚至對於整個計劃都有一些很嚴重的影響 因為那些女士受不了這些情況 對於自己人生安全覺得害怕 基本上任期一員就走了 但是這件事不健康 基本上三個月兩年就走了 換一轉老師 下一個又被人進來 然後又是兩年就走了 導致當地的系統就不建立得很好 噢 那沒辦法的 照計就是那個學客 文風要處理一下 但是你知道 你都說那些青少年這樣 太久沒見到女兒 你知道城市的女人都比較是摩登一點 都是那個吸引力 有性吸引力會大一點 嗯 所以這一個 今次的這個意見 所以就不單止是一個部門 幾個部門一起搞 應該都變成了一件重視 講完這個之後 第二件重視 內地的重視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最近河南 之後都去到安徽 多家的村鎮銀行那裡爆炸 基本上全國幾十萬用戶 四百億人民幣存款 據報被非法騙取 河南當局對此用防疫手段 限制銀行 全戶口自由進出 對此 之前人大或者新華社都批評過 由鄭州市的檢紀委 今天通報 基本上 有五個官員 因為擅自決定 對這部分的全紅馬 這個做法非常之錯誤 所以就做了處分 包括就是鄭州市的 政法委常務書記 副書記 另外就是 肺炎防控指揮部的 社會管控部部長 屯市委書記 以及副部長 因為他們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做了處分 現在不是村鎮銀行 而是鄭州 這是河南鄭州 之前在河南鄭州 因為鄭州是河南省會 其實比香港大 又比香港更多 村鎮銀行 意思是派到去村 但那些通常都是老業銀行 都不是很小的 是 但現在是關於鄭州市的問題 鄭州市不是普通的 最初是關於村鎮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中央會否收回 這是由中央決定 由中央處理 當然這個懲罰其實都頗為嚴重 不是大家說那些小馬大波忙 或者調任星官算數 基本上主要那批被人設施了黨籍和政籍 另外有些就是 黨籍也處職 類近相開 另外有些就是 黨內嚴重警告 你的政職 即是政務官的身份 都要降級處分 有些人大過 總之 頭口就被人炒了 也就是說 之前大家有推論 就是說 中央容許 默許 我想似乎就不存在了 呃 即是中央容許 即是中央容許 就是中央容許 即是中央容許 就算是 可能中央容許 即是中央容許 現在上面那些人再被积起來 也不反對 也不排除 但問題就是 整班這班這樣的人 他真正的問題不是這裏 因為這裏也是政策上的少小事 就是問誰會撒錢 這裏就麻煩了 即是撒住錢 那裏就麻煩了 即是撒住錢 那裏面的錢究竟是怎樣 说完这个之后,当然钱的问题,我们再看看目前国际的形势 普京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支持 说什么呢?就是说,研究中以金砖国家一蓝支货币为基础,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致辞罵西方,令世界各种经济问题正在显现,主要是因为西方的行礼 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不负责任,濫发货币和不受控的发债 似乎就罵现在美国的通胀问题 金砖国家,你知道哪间? 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还有什么? 如果金砖国家,我不知道南非是否算是,South Africa 中国和印度是所有同一个货币,我觉得挺好笑 如果只是做一个储备货币,就没用 如果没有实际公用,只做一个储备货币只用交收用 我又觉得是比较奇怪些些 你一定有实际公用,不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不然是做不到的,很难 你都没有货币,用来交收的 那这个货币怎么能流行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行比较奇怪些些 大家都出来讲一讲 你叫中国,印度,俄罗斯,绑在一起 南非还是一个亲西方国家 但西方储备货币,美金主要是跟石油挂钩 如果金砖国家真的要做一个储备货币 他应该要跟什么挂钩 他没有跟石油挂钩,他跟美国军事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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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他强迫你一定要用,没有办法不用 永远都是国际货币,永远都是军事最强的就是国际货币 就像当年蒙古那样 当然,对此美国也有和应 当然不是直接回应普京 最近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说 加息虽然是近30年以来最大的加息 但是亦会继续升息 为了压制通胀 同样的话,亦都说 目前美国的经济仍然非常强硬 可以应对收水的影响 大家并不需要担心 高通胀的困难当然都有 但是联储局会致力降低通胀 并迅出了他的行动,而且具有灵活性 不知道他的灵活性有什么 我不知道,因为很混淆 美国人说谈论太多 我没有几年前,昨天才看到一些分析 说美国七年有很大机会进入衰退 现在他说美国经济非常强劲 我真是很混淆 不可以是去高的 是的,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买空气 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什么 如果经济强劲,当然没问题 现在的经济,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总而言之,美国的情况不是太好 就是经济的 为什么呢 我说不到为什么 就是通胀,通胀,所有东西 我解不清不了 你又要找回COVID的数据 又要去贸易战 又要去抗争,根本上很难耗 要和中国抗争 和全世界和全世界 不是加强合作,不是加强贸易 而是减少贸易,有什么办法会好 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会好 在这个状况之下,会不会在中美抗争战方面 主动减低对中国物品的尽上 很少部分 很少部分 现在暂时来讲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 刚才来讲的经济问题 现在讲的政治问题 就是很少部分 因为很多部分他不能剪 他是一部分,比如科技那些不能剪 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放松 中国也会放松一点 中国多数就是 我不跟你合作表面上 因为要面子 你先禁止 我再事后两个月再禁止 一部分 大家会有一个缓和 因为大家都有实际上的需要 讲完这个通胀通缩的问题之后 亦都看回乌克兰局势 但就不是讲战场的情况 讲一下克里姆林宫对最近的发表 最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就说俄美关系已经跌到冰点 而且俄罗斯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信任美国 而且就说两个关系 就应该会维持冷冻状态 那 对此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 就是说这句话的发言人 但他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所以大家必须重视 除了他之外 梅德韦杰夫前总统也说 俄罗斯应该放弃和西方推动 即共同削减核武的条约 因为西方官员只是为了削弱俄罗斯 基本上就是 他自己没有诚意 甚至梅德韦杰夫说 要等美国回来贵球 和俄罗斯恢复的关系 以前也有俄罗斯的慷慨 以为美国贵球回到俄罗斯 我觉得 幻想不太太 这两个说法 挺有幻想力 总要大声一点 幻想力未必太豐富 但是他这个说法就是 永远不会处于一个之后的关系 也不会信任美国 现在的关系处于冰点 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处于冰点 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美国或者俄罗斯 应该如何继续应对 现在的三国局势 即是中美俄三国局势 大家都是建防行部 建招责招 你怎么想到 我和俄罗斯 虎柯能开招 他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的 他一定要建防行部 建招责招 另外就是说 以往美国要借苏联的时候 就联中国 借中国的时候 是联苏联或联俄罗斯 现在他刚刚借中国 他没有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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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俄罗斯 或是苏联 至少没有真正做过 是吗 是吗 是吧 是 十年代的时候 打约俄罗斯 他从来没有借俄罗斯 最初的时候 我不明白 为什么 苏联解体之后 他不对付中国 但我再看回 那个年代 俄罗斯 仍是强于中国 分裂的 所以他继续打约俄罗斯 因为对他来说 中国没有威胁 俄罗斯仍是威胁 俄罗斯仍是威胁 威胁是大约俄罗斯 俄罗斯就是觉得 我都解体了 你都做东西 还想挨戒我 我解体了 你还挨戒有什么搞错 所以他觉得很不信 所以我已经低头了 我已经已经输了 你还要不停去打我 你打中国 就是这样 但当时九一年 俄罗斯还是强于中国 现在这个局势之下 美国就是如同两线作战 又要借中国 又要借俄罗斯 对了 所以他应该 如果是正确来说 特朗普是对的 应该是要 应该是要 亂俄罗斯製中 但现在没办法 他应该走回头 所以特朗普是对的 这个消息 对于中国来说 也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消息 是的 以往16年的时候 当初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俄罗斯其实是没有六边 就是中俄同盟 其实只是在隔壁吃花生 今后这个局面也不服存在 现在中国也在隔壁吃花生 非常可爱 现在美俄这种玩法 中国也在隔壁吃花生 国际局势波缺云鬼 之后再会 今天两岸国际暂时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记住like share 和comment 多谢大家 请大家利用大家的社交媒体 将我们的连结 share给多些亲朋戚友 将我们亚洲电视推广出去 让多些人知道我们亚洲电视的存在 和让多些人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我常公子感激大家 充心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亚洲电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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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